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酷睿i7-12700H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明凡UN1270 支持PD90W供电 并且能有三屏各不同的显示输出 明凡UN四位数字系列 迎来了英特尔十二代的旗舰型号 酷睿i7-12700H 我们知道英特尔目前在迷离电脑的主流型号 首先是便宜的十二代 包括12450H、12650H 还有这台12700H 其次是稍贵的十三代 有13500H、13620H、13700H 以及未来较贵的Ultra数字系列 您现在最关注哪一类呢 明凡UN1270 装置了四四核二十线程的i7-12700H CPU 英特尔Iris X1核显 96EU 双通道DDR4内存 3200MHz M.2P3E4.0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包装比较简约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啊 电源线 HDMI线缆 特殊的SATA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使用提示 这块电源是19V 4.73A 一共90W功率 小主机是塑料材质 但非常像金属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口 双USB 3.2A口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USB-C口支持PD和显示输出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DP 1.4接口 双USB 2.0接口 两侧都有通风口 底部有进风口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4内存 3200MHz M.2 P3E 4.0的NVME WiFi 6E的无线网卡 没有叠加 这个小接口 可以用特殊的SATA线缆连接 背板上的2.5寸SSD 2.5寸SSD就安装在这里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从一开始 CPU功耗就运行在54W 整机功耗81到82W CPU频率运行在2.8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30分钟内 12700H很稳定 CPU功耗一直保持54W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0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5度 我感觉这块CPU在这台小主机上 好像还有余力 BIOS里PL1和PL2全都可以自由设置 也能设置65W和75W 不过可能要换个大的电源适配器 但在小主机上 目前看 54W可能是甜点功耗 我们首先是用 明凡UN1270 迷你主机的i7-12700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3分17秒 共计797秒 除了12900H的751秒 这是我测试过的 12代移动CPU的最好成绩 超过了i7-12700H 超过了i5-13500H 超过了13代i5-13500H CPU-Z多线程6052.8 单线程722.3 低于12900H 接近13500H和6900H Gagbench 5 多核9825 但核1682 接近了i7-96900H 超过13500H Gagbench 6 多核10140 单核2388 仍然是接近了i7-96900H 超过13500H Citybench R23 多核13681 单核1728 这次换成超过了 锐刃9-6900H 低于43代13500H PASMARK多线程24860 单线程3763 接近了锐刃9-6900H 超过13500H 综合生产力和跑分来看 目前这台i7-12700H 54W的性能释放 与RUN9-6900H 差不多 稍稍好过i5-13500H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121,580 CPU得分548,179 我们还给这台i7-12700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80,186 XX20-511436 CORMARK-389,986 在CORMARK成绩上 他比锐刃9-6900H 低了一点点 超过了13500H不少 接着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13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画质 跑起来45帧左右 新穷铁道1080P中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战斗50多帧 这就是96EU的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 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标准 DP和Type-C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 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这次DP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和Type-C接口 都能够支持 4K160Hz的 8Wi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WiRGB非压缩信号 96EU的 IntelIris X1核显 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 入门水平 WiFi测试 MTK WiFi 6E 无线网卡 跑上了77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较好的水平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明凡UN1270 装置了44核20线程的i7-12700H CPU 54W的性能释放 Windows下带机功耗10.4到11.3W CPU-Z最高问号79.05W 单核满载功耗53W GIGBENCH 5最高问号85.42W GIGBENCH 6最高问号85.19W CLEBENCH R23最高问号80W PASSMARK最高问号85.95W 娱乐大师最高问号83.72W CLEBENCH R2024最高问号83.57W 时温2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4度 SSD待机温度31度 在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噪音是446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38到39分贝 可以算安静 明凡UN1270MIDI电脑 装置了Intel i7-12700H CPU 54W的性能示范功耗 性能接近了AMD Ryzen 9 6900HX 超过了13代i5-13500H 后置所有显示接口 Type-C口也能接入PD电源 这些都可以给予好评 配件里板砖电源是个减分项 最好能够配单槽小电源 再就是如果有2.5G双网口就更好了 和这台小主机同样的类型 有更便宜的i5-12450H 和i7-12650H两个版本 12700H的性能是最能打的 毕竟它也算12代里的旗舰门面担当 目前价格比13代酷睿的迷离电脑要低一些 总结一下 54W的性能示范 性能却接近AMD Ryzen 9 6900HX 散热精英都优秀 三个不同显示接口都后置 支持PD电源输入 无线网卡非堆叠 接口兼容性不错 目前是12代酷睿迷离主机中较强的性能 还可以折腾更高的供耗释放 比在售的所有13代酷睿价格都低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